从穷到连基本装备都买不起的可怜军队 到坚信自己国家不会被入侵 所以连军事训练都是走个过场的军队 这些军队不过是战斗力为零的摆设 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你好,我是A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史上最弱最菜的军队 如果你拥有一支军队 你最想让他们去做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军队等于警察 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国家防御的支柱 所以一个强大的国家 通常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军队 那么如果是小国家呢? 它们的军队也一样强大吗? 事实上 位于加勒比海的圣克里斯多福·基尼韦斯 拥有一支仅由150到300人组成的国防军 其中它被分成了步兵部队和海上部队 很显然 如果圣克里斯多福·基尼韦斯 一不小心和别的国家打起来了 那么它们的胜算大概会很低 毕竟它的军队规模很小 对别的国家根本够不成多少威胁 根据资料 步兵部队的主要任务 是和当地警察合作 维护国家的内部安全 而海上部队则负责保卫国家的领害 并执行生态法规 然而整个组织最主要的职责之一 竟然是拦截毒品贸易 通常 它们会和当地警察 美国海岸防卫队 英国皇家海军 荷兰皇家海军 和法国海军 一起合作进行这项任务 哇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此外 国防队还在自然灾害后的救援工作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且 它们也在地区安全体系内 承担海外维和的角色 整体来说 它们的军队大概是小而强大吧 只是跟其他国家的军队相比 它们确实不够强大 但考虑到这个国家 在2017年 只有大约52,715的人口 所以 这个国防队 对它们来说 可以说是刚刚好 圣诞老人的坐骑 北马基顿 这个小型内陆国家 位于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上 截着2019年 它的人口仅超过200万 土地面积则是25,713平方公里 如果大家没有概念 那么 美国是它土地面积的382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马基顿在军事上的支出 只有2.65亿美元 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 好像很多的样子 但实际上 它在其年度GDP中 只占了1.61% 与其他国家相比 这个比例 远远低于美国惊人的3.4% 不过即使是这样 这相对较少的金额 还是能让北马基顿的军队 拥有一定规模的陆军和空军 事实上 它拥有6架运输直升机 和4架攻击直升机 而根据资料 这支军队大约有9000名现役人员 此外 他们还有6万名储备人员 就这么看来 北马基顿几乎不太可能 在短期内 透过武力征服世界 毕竟在战争中 人数也是一种力量 不过 虽然马基顿人 在军事开支上 一直保持节俭 但是 他们却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金 例如 他们每年都会用军用直升机 把圣诞老人 送到史高比耶国际机场 让他派送礼物 给军队人员的子女们 啊 这样都可以的吗 所以哎呦猜测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 且他们同时表示 自己要到北马基顿来做客的话 那么 北马基顿的军力 大概就能瞬间增强100倍了 政府也觉得不行啊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 这个东南欧国家 在1992年 波士尼亚战争期间 建立了一支军队 因为是在恶劣的条件下组建的 资源极其有限 所以这支军队在初期 几乎是由他们能找到的 任何人所组成的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犯罪团伙 尽管后来他们进行了改革 但情况却没有太大的改善 另外 虽然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 有一小段海岸线 总长有20公里 但他们依然没有海军力量或装备 主打一个不在乎 此外 根据资料 虽然他们的空军 配备了22架直升机 但报告显示 这些直升机 基本上都是运输型和多功能型的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可以防御 或攻击的直升机 哇 这听起来比北马骑顿还要弱 那么 他们的军队规模有多大呢 根据资料 他们的陆军 有12769名现役军事人员 另外 虽然他们武装力量的结构 允许有6000名预备艺士兵 但据称 这些预备艺 实际上并不存在 嗯 这是什么操作呢 就这么看来 他们军队的人手 装备和构成 好像都不怎么样 可即使是这样 官方还是声称 他们在军事防御上 投入了1.65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民众开始提出了疑问 他们非常好奇 这1.65亿 到底被用在了哪里 事实上 在2012年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 政治人物 米洛拉德·多迪克 曾提议废除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军队 以回应高额开支 和军队糟糕的表现 虽然最终 这个军队 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 这无疑反映出了 这支军队的失败 这位天主教会的领袖 教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某些人来说 他甚至是上帝 在地球上的代表 因此 他肯定需要一个 很强大且严密的军队 来保护他 对吧 在大家 以为接下来会出现的是 一整排英姿萨爽的士兵士 不好意思 保护教宗的军队 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 他们名为 宗座瑞士禁卫队 是现存最古老的 军事组织之一 他们的军队规模不大 只有大约110名瑞士士兵 虽然这支小型军队的历史 已超过了500年 但他们看起来 并不是最具威者力的军队 毕竟 他们的制服 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衣服 手里还拿着 上个世纪的剑和斧枪 就这么看来 他们好像有点弱 不过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因为事实上 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另外 因为保护教宗 书集团 及所有属于教宗的 建筑的任务重大 所以 禁卫队的征选标准 实际上是这样 首先 加入宗座瑞士禁卫队的成员 必须是未婚的瑞士男性 天主教徒 其次 他们的年龄 需在19至30岁之间 且身高至少得达到1.74米 接着 他们还必须完成 瑞士军队的基本训练 并获得良好行为证书 而且 他们的学历 至少要到高中毕业 在加入了禁卫队后 他们会接受徒手格斗 和使用各种现代枪械 和清兵器的训练 所以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 他们只拿着剑和斧枪 但事实上 他们的装备 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强得多 在过去的40多年里 苏利南不仅经历了两次政变 还发生了一场内战 这些事件的相继发生 让这个国家的军队 陷入了困境 作为南美洲唯一一个 使用荷兰语的国家 苏利南严重缺乏军用船 飞机 甚至是汽车 而且 它所拥有的少量装备 大多数都已经过时了 苏利南的武装力量 是由2500名现役人员所组成的 而这些人员 都是从不到60万的总人口中 挑选出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装备的缺乏 这支军队 在小规模作战中 或许还能发挥一定作用 但是 在看了他们的装备列表之后 大家应该 就不会对他们有所期待了 苏利南空军 目前只有三架 正在服役的直升机 另外 虽然海军和海岸防卫队 在70年代时 购买了三艘巡逻艇 但到了2010年代初 这些巡逻艇 就已经全部退役了 直到2012年 国防部才为他们购买了 三艘兴艇 他们主要用于 苏利南海域的渔业保护 和打击海盗活动 从那以后 苏利南就一直依赖 其他国家的军事捐赠 因为 所有的政变和内部冲突 也严重影响了 他们国内的经济 目前 苏利南的军事预算 只有6000万美元 然而 这些钱根本就不足以 购买一架F35战斗机 就这么看来 他们只能祈祷国家 不要再发生任何战争了 不然 他们的情况 只会比现在更糟糕 赤瑟发抖的国家 赤道吉内亚 位于非洲中西部 金陵加鹏和科麦隆 这个国家 以其只有2500名士兵的 小型军队 以及在1995年 发现石油后 经济快速发展而为名 虽然拥有小型军队 意味着 他们不会轻易地 发动战争 但这样的军事力量 并不能让民众感到安心 毕竟 你不主动发动战争 别人 却可以对你来发动战争 他们的军队拥有4万名士兵 虽然IU不是数学家 或军事专家 但很显然 4万名士兵的战斗力 肯定比2500名士兵 要强得多 所以如果两国真的打起来 那吃到吉内亚 几乎没什么胜算 另外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在2002年的报告声称 当时 很多石油公司 都对他们国家的军队 没有信心 因为据说 当时他们的陆军 只有约1320人 海军120人 空军100人 而且 军队中有9名将军 都是总统的亲戚 另外两名将军 也来自总统的部落 所以 他们根本没有明确的指挥机构 军队的纪律水平低 并且几乎没有专业精神和训练 虽然那是2002年的事了 但到现在为止 他们军队的情况 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是赤道吉内亚的领导人 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是IU的话 IU会尽可能地 和实力强的邻国 保持良好关系 这样至少能降低一点 被攻打的可能性 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塞席尔 以其晴朗的天空 壮观的海滩 和宁静的水域而闻名 然而 当我们在这里享受美景和饮料时 大家是否想过 这里军队的实力怎么样 他们是否有能力 保护这一片天堂呢 事实上 根据2012年的资料 塞席尔军队的现役人员 仅有650人 塞席尔原本是个无人岛 直到16世纪时 欧洲人偶然发现了这个 隐藏在海洋中的珍宝 于是 他们就上演了一场 你争我抢的戏吗 在法国和英国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争夺后 到了18世纪末 英国完全控制了塞席尔 这个统治一直持续到1976年 然后 塞席尔就在大英国险内独立了 那么 这样的一个小国 又怎么保护自己的国家呢 为了加强国力 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 来鼓励外国投资 尤其是对塞席尔 人民防卫军的投资 这些外国投资 包括阿联酋和中国捐赠的炮艇 以及印度提供的巡逻舰 很显然 这是一个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中 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好例子 吃到几年呀 建议你也赶紧去学 人多又如何 说到巴拿马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是巴拿马运河 那么 大家知道这个国家的军队实力怎么样吗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后 他们的政府 成功在1990年 解散了他们的军队 并以巴拿马公共力量来取而代之 这些公共力量 包括国家警察 航空 海军和边境保护部队组成 其中一些在技术上 确实具有作战能力 但都受到极其严格的控制 对于一个拥有 39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 他们竟然只有 大约16300名现役人员 即使他们拥有 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陆之一 他们的海军部队 竟然只有11艘舰船 接着 他们空军的装备 也不是很充足 只有22架直升机 虽然他们还有38架飞机 但这些飞机 大部分都被用于 空中巡逻 运输 和其他军事支援任务 而非战斗 另外 巴拿马连一架战斗机都没有 不过 哎呦已经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了 说到不丹王国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是僧侣和寺院吧 那么 大家知道 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吗 虽然他们确实有很多僧人 但他们的军人 可不是僧人哦 作为南亚的一个内陆国家 它的国家面积为 38394平方公里 人口为754388人 然而 他们的王军 却只有6000名军事人员 由于没有海岸下 不丹王国没有任何海军 不过 他们拥有10架直升机 以及27辆装甲车辆 此外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稀少 且地形多山的国家 不丹不太可能成为 其他国家入侵的目标 大概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才不注重军事防御的吧 虽然听起来很让人惊讶 但实际上 哥斯大里加这个国家 已经有超过70年 没有真正的军队了 在1948年 一场可怕的内战结束后 哥斯大里加 解散了他们的国军队 以确保政府军队不会再次惨暴地 对付哥斯大里加的本国公民 于是 军队被哥斯大里加的公共力量所取代 其中包括 像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这样的部队 公共力量大约由 12,500名人员组成 他们主要负责一般执法 地面安全 禁毒 边境巡逻和旅游安全等 然而 他们在维护秩序和保护方面的装备 并不算特别丰富 不过幸运的是 自2000年以来 美国向他们捐赠了 好几艘巡逻艇 几艘拦截船 和几架直升机 虽然他们都没有武装 不过 有总好过没有啊 另外 虽然他们不得不依赖 其他国家的旧装备 但是 没有军队也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 通过不投资于昂贵的军事设备 和无需承担相关的维护费用 哥斯大里加 能够将超过6.5%的GDP 投入到交易领域里 这一比例略高于美国的6% 并且大大地超过了 阿林伯联合大公国的3.6% 就这么看来 这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吧 事实上 这种将重点放在教育 而非军事化的做法 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一个 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 从而促进国家内部的稳定 并预防内场内战的发生 所以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 哥斯大里加可能确实比较弱 但这并不代表 他这个做法不好 意思意思就好 摩里西斯 位于马达加斯共和国 以东800公里 为印度养上的群岛国 他虽因其美丽的海滩 而珊瑚礁而闻名 但埃右近天 却要让他以军事能力不足 而被大家认识 虽然摩里斯 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中 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 但这个拥有超过 120万人口的岛国 在1968年获得独立之后 就没有再受到 邻国入侵的威胁了 因此 摩里西斯没有建立常规军队 甚至是预备军的需求 话虽如此 可国内的安全也很重要 所以 他还是建立了 摩里西斯警察部队 有仅12,500名警察组成 他们主要负责 从海岸警卫巡逻 到镇压骚乱等各项任务 当然 他们还有弃毒和反走私小组 不过 考虑到这个国家 更有可能被游客入侵 而不是被邻国入侵 所以 摩里西斯的国防预算 只有大约2000万美元 仅占了总GDP的0.16% 因此 虽然他们的警察不少 但根据资料 他们只有7架 正在服役的直升机 和4架海上巡逻飞机 另外 他们的海岸防卫队 则有14艘巡逻和打击艇 就这么看来 我们暂时不用担心 他们会占领世界了 如果你拥有一支军队 你最想让他们去做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